儿童身份证MyKid是12岁以下我国公民的重要身份证明文献 但是近来却传出国民登记局全国性缺货级系统故障 许多父母无法为孩子办理身份证 没有儿童身份证 父母只能够随身携带孩子的出生证书 这场生活面对如多不变 他们今天在亚沙国会议员谢其青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要求国民登记局和内政部证实这个问题 再多一个月黄威妮的孩子就要满一周岁了 但她的孩子和杨小莲去年年底出生 现在已经五个月大的宝宝一样 至今还没有获得儿童身份证 他们多次向国民登记局询问 得到的答复却是儿童身份证缺货了 好不容易有了供应 当局又表示系统故障 让他们继续等待 我老公去申请发生证的时候 她是跟我们讲的答案 就是out of doubt 就是没有货了 叫她过后再来申请 所以我们去过两趟 两趟两趟都没有这个 前两三天我就在妈妈圈里面 看到有妈妈反映说 可以拿去JPN申请那个Mikid 所以我就很开心 我就叫我的老公去弄 昨天就去弄 结果我老公去了那边 回来的那个答案就是要等两个礼拜 因为做Mikid的那个系统没有 很像是有问题 没有儿童身份证 小至看病拿药打针 大致出国旅游都会造成不变 父母只能随身携带孩子的出生证书 每天提心吊胆 担心弄脏或弄丢了孩子唯一的身份证明 在场的亚莎国会议员谢奇钦表示 他曾在国会要求内政部长解释 为何近年来无法为新生儿派发儿童身份证 当时部长的回答是 预计今年年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受影响的家庭将会获得Mikid 而在这段期间 国民登记局也已经为孩子发放出生证书 但谢奇钦认为 每个在我国出生的孩童都可以获得出生证书 儿童身份证作为大马人民的象征更为重要 谢奇钦表示 在过去一年内 儿童身份证全国性缺货 相信影响了近万名孩童 他呼吁内政部和国民登记局 尽快发放儿童身份证 他也会不时跟进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八度空间正颖万达镇报道 李汉强也有今天